當然還有,所以你會發現我們剛剛RUN的部分 就這些,比較特別的地方就是 這個如果這個TDS.x大於1 這個指的就是說,它是不是抓那個月份的部分 因為月份的部分,1到12月,它都是TH 主要是判斷這個啦,因為實在是想不出什麼方法 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底下的話呢,都差不多 就是這個部分你會發現它全部都抓TH 那底下這個是,這個淡水是TH嘛 那底下就是TD,所以喔 分別去抓 所以這個抓到的話,就是抓到淡水 安部,台北等等的 這些的話呢,就抓到後面的資料 那我再分別怎麼樣 把資料抓過來,分別丟過去而已啦 大概我想的方法 所以如果細節,你們假如說對這個程式 想要再更精簡的話 H可以再想想看,這部分的程式有沒有辦法再變更 那如果沒有啦 不然你就是 先拿我的來當程式範本吧 OK,當參考 OK 這個的話呢,我們剩下一點時間 我們就下載什麼? 下載全省的 這個降雨量 但是降雨量有個問題,什麼問題呢? 這個降雨量部分,其實它的程式部分 應該是跟氣溫一模一樣 只是說呢,會有個地方 會有問題,什麼問題呢? 也就是說你今天載入到這個網頁之後有沒有 你必須要讓什麼? 這個地方下拉的清單 讓它可以改變到這裡 有沒有? 就是你可能要先1點選它 2點選這個降雨量 讓它可以跑一下 有沒有? 它就資料重載 也就是說啦 它第一次載進來的話是氣溫 可是你必須要能夠切換清單 並且讓這個清單能夠walk 那裡面的話,跟各位講一下 你只需要再多增加5行程式就好了 那這5行程式的話 前兩行呢,特別注意喔 就是要跟它講說我要切換到這裡 OK,那它的位置可能要記一下 2,4,6,8,10 我記得好像要算 這個應該第9個吧 我印象好像是這樣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說 你要讓它能夠下拉清單變更之後 再把這個資料給下載下來 總共會有5行程式 這5行程式在哪裡? 請各位可以參考一下雲端 因為這個難度也是蠻高的 所以細節部分的話 你可以參考一下雲端白板的第15頁 那增加哪些地方? 各位可以看到 增加的部分喔 其實就是在 在這裡 應該有6行吧 這兩行是切換Index 這兩行是產生一個這個Event Event就是說一個事件 什麼事件呢? 就是當這個切換的動作改變的時候 那我就讓它觸發 因為你剛剛這個點選嘛 如果你這個地方點選那個 點下去之後 理論上它不會work 它能夠work的話 變成你要能夠建一個事件 那建一個事件之後的話 最後呢 我們再利用最後一行 它有個方法 叫做Dispunch Dispunch這個地方 有一個Event 就是說讓這個Event Event事件讓它觸發 然後呢 告訴它說呢 把這個Event加進來 跟它講 哦 當去偵測說這個網頁 如果是Change狀態的話 那就幫我把 這個清單裡面 做執行的動作喔 OK 所以特別注意喔 我大概改拿幾個地方 第一個 其實好像 我記得好像 就是這些 其實它底下都沒有變動 因為底下程式都一樣 就把這些有沒有 把它Ctrl-C Ctrl-V貼到剛剛那個地方 那所以呢 我們把這個地方的程式喔 剛剛這個下載氣溫喔 這些程式把它複製 貼到底下 改成下載什麼 下載降雨量 然後呢 再把剛剛的那六行 貼到呢 這個底下就OK了 我們來試一下 裡面的話一樣喔 因為這個讓同學這樣F8好了 我把它也是足行 那第一步的話 一樣把這個 這個裡面的資料 Sales.clear 就是把這個工作表裡面 所有資料先清空 再來的話呢 就是把IE瀏覽器 載到記憶體裡面去 變成一個IE的物件 然後呢 再連結 我先Navigate 我先把這個 這兩行顛倒 先讓它怎樣 先讓它Visible等一處好了 先讓它顯示出來 瀏覽器打開了 然後呢 再幫我連到那個網頁 就這個網頁 但是這個網頁 目前的話呢 它是氣溫 所以我要讓它怎麼Run呢 特別注意喔 關鍵的地方來囉 第一個的話 我要先找到什麼 找到這個東西 因為這個東西叫什麼 按右鍵 所以喔 特別注意喔 這個東西的話 我在這邊好了 Chrome比較好點 按右鍵 檢查一下 它的名稱呢 它的Select ID 主要是這個ID名稱 ID名稱叫Item 所以呢 我要找到它的話 那我就不是用TechName 而是用另外一個語法 叫做GetElement 特別是沒有加S 把ID 剛剛是把TechName對不對 現在的話是把ID 而且喔 有個地方喔 GetElement 沒有加S 你會發現喔 常常出錯是加S 那你想說老師為什麼 其實我之前也打錯啦 我多一個S 那為什麼沒有S 後來發現 因為ID是唯一的 不會跟別人一樣 所以呢 不會是複數的 OK 那找到名稱叫什麼 叫Item 就找這個 這個叫Item 然後呢 在這個Item裡面呢 我讓它呢 把這個Index 叫SlateIndex 就是選取的項目改成第9 為什麼第9 我剛剛算過啦 0 它應該排在第10 可是編號從0開始 所以呢 把它改成9 有沒有發現 你這兩行 有沒有 做完之後呢 這個時候嘛 有沒有 下雨一樣都出現了 滿好玩的 所以以後啊 如果你要搶票的話 其實寫這個 有沒有 這真的可以喔 如果你要去搶五月天的票 搶不到的話 你就寫一個這個程式嘛 對不對 你搶到這時候可以賣 紅牛票 不能再講下去喔 OK喔 是真的可以啦 OK沒有問題 而且喔 特別注意 那個VBA裡面 還有一個方法 是可以設定時間的喔 就是當On Time 有一個On Time的方法 時間到開 可以去執勤 而且是可以不斷執勤 你可以開很多個 Excel檔喔 同時去walk 同樣做同樣的事情 OK 是不是可以 我不知道啦 可以試試看嘛 以後你可以當黃牛了 這不是正圖啦 再來呢 它沒有walk 你會發現喔 這兩行 主要是切這個對不對 但是它還是氣溫 那它怎麼讓它可以walk 其實就主要這三行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有沒有 F8 Change 就當它Change的話 我要讓它walk一下 所以DispunchEvent 有沒有發現 這個時候呢 降雨量有沒有 底下的部分就出現了 所以特別說 這兩行是變更這個清單 這三行呢 是變更這個東西 然後再來呢 一樣喔 你想說位置為什麼一秒鐘喔 其實你可以三秒鐘 因為它要去low這個資料 從low的話 還是要時間 所以你如果太快的話 可能會miss掉喔 所以這邊的話 可能注意一下 底下都一樣 所以我就把它全部執行 這樣的話呢 很快喔 這樣一樣的資料 就全部下載下來了 OK喔 所以這部分呢 提供給各位參考一下 所以利用這個部分的話 關鍵的地方喔 主要是這個六行的部分 其他都跟剛剛是一模一樣的 但你想說喔 這個好像沒什麼啦 跟各位講 不過喔 這些東西喔 真的是費盡我很多時間 光耀把這個清單能夠walk 花好多力氣 那為什麼可以知道啦 其實跟各位分享一下 其實上面我有把喔 我能夠查到這些資料喔 的相關網址放在這裡 這個 叫 W3School 裡面它有一個叫 針對HTM的DOM有沒有 這個Document物件 Element有沒有 就是剛剛的元素 Object的說明 其實喔 從這邊裡面就可以查到 它裡面的什麼 Property啦 Mense啦 其實這邊都有 另外的話還有這個啦 給開發者的技術文件 API 其實都是從這上面查出來的 所以如果你們有興趣喔 想要成為一個爬蟲高手的話 這個都是絕對必要的 基本像 這個要素喔 所以有時間的話可以再自己看一下喔 OK啦 畫面呢 再還給各位一下喔 所以今天的話呢 也許喔 你們就是把那個 這個降雨量的部分呢 也可以把它實做出來 所以也許就是我們最後看到的喔 請各位就是把今天 今天的話也許就是 大概不外乎就是 把這個 全省氣溫喔 跨工作表物件喔 把它產生 另外的話最後就是 下載氣溫 跟下載的降雨量 大概這些練習一下喔 那今天也許就 繳交這個練習的作業就OK了 另外我剛剛有出一個 一道題目有沒有 就是 可以把那個 我們的原本的圖喔 本來是縱向一列嘛 如果我想要把它改成 更好 就縱向一欄 可以把它改成 這個總共三個欄 有沒有 如果把它橫向 最好是可以全部把它填滿 整個工作表的範圍 那是更好 所以可以試試看喔 假如說我今天希望 可以畫出來一個dashboard的話 總共是 本來是縱向的 把它變橫向 OK這樣怎麼做 另外的話 還有就是說喔 我們現在既然氣溫有了 這樣有樣有了 那是不是可以把剛剛 最前面的那個 組合圖 也全部把它做出來 有沒有 那當然如果可以的話 那更好 可是 這個難度就更高了 所以 剩下的部分 請各位就是 自己再延伸出去 然後盡量喔 多去使用這個IE物件 那IE物件其實 我剛剛用到這些方法 我有提供兩個連結網址 如果你想要 知道更細節 detail的東西 其實也許 可能還是要 自己查一下 網路上面的 相關的說明 OK 試試看喔